妳跟朋友約看電影對不對 爸爸買後面那一排的位置 哈哈哈哈 最喜歡是正式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賴慧如 在市井豪門飾演的是蔡佩娟 很開心呢 這次來參與這個新單元叫什麼 問心五愧 聽說有很多網友的問題想要問我 那我們現在就來抽看看 你們想要問我什麼問題 只要給我問一遍奇怪問題 我送你們 休假的時候有什麼休閒活動 我通常都要睡覺 除了睡覺之外 我平常喜歡看夜景 我就會跑到陽明山上 然後去夜景餐廳吃飯 或者是找個幾個朋友 然後小聚然後小桌 第二個 詹謙怡 網友問 第一次跟昭德哥合作 覺得昭德哥是什麼樣的人 是否喜歡劇中正負的角色個性 要老實講啊 問心無愧嗎 好 問心無愧 我覺得昭德哥這個人 真的是 很棒 人超級好 超nice 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 哇 欸 讓人把問到一半本人出現了 還是我要離開你 你這樣比較好發揮 不會不會不會 我真的是問心無愧 自己都在講真心話 是齁 第一次跟昭德哥合作 覺得他是怎麼樣的 你看他在戲裡面 就真的好像沒有在演一樣 就很像真的關心女的感覺 就如果有這種爸爸的話 一定會超級開心的幸福 我會非常的寵愛他 但是呢 他在上國中之後 就是 欸 爸爸爸爸出門囉 欸 你要去哪裡 然後爸爸送你去好不好 沒關係 我可以自己去啦 你跟童友約看電影對不對 爸爸買後面那一排的位置 哈哈哈哈 好 那換我反問他 那你第一次跟我合作 你覺得我是怎麼樣的人 看嗎 問心無愧喔 問心無愧 但是我必須說 跟慧如合作還蠻愉快的 然後覺得 有這樣子一個 一個對手 然後而且可以在戲裡頭 愛我愛這麼久 真的很不容易 愛十幾年了 嗯 這是菜碗題嗎 那這怎麼唸 題 題無關妳的題吧 是吧 最喜歡自己唱了哪一首歌 你說我自己的歌 期間不敢 好聽 欸 我也是這個答案欸 真的嗎 因為這是我自己寫的歌 而且我那次是他第一天拍的戲 我出場的歌曲 對 他出場的戲 然後我第一次在現場聽他唱 我是真的聽到現場有點眼眶含淚 其實剛果果也是 我那時候也是在急診室寫這首歌 那時候有身體出問題 然後發病危通知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像時間 已經快不夠的感覺 然後要怎麼去愛身邊的人 所以我才寫家這首歌 難怪 對 所以自己唱起來也是蠻有感觸的 倫倫 倫倫來囉 在身兼多職的狀況下 都如何排解壓力 是 這陣子壓力真的是比較頗大 自從接了綜藝修之後 就是身負重任嘛 因為瓜哥的反應超級快 我又很怕自己太慢 然後沒有辦法搭上他的話 我當人家怎麼排解壓力 可能有時候就會揪朋友去KTV 甚至我有可能會一個人去KTV唱歌 然後喝一點小酒 然後唱完之後就回家睡覺 然後隔天起來就跟沒事一樣 瓜哥平常應該不喝酒吧 不喝酒 對 因為 因為我吃素 吃素 對 對 陳子如 最喜歡自己演過哪個角色 每個角色我都蠻喜歡的 我很喜歡拍戲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可以去體驗 不同人設的人生 是 所以我覺得這些角色都幫助我蠻大的 所以每一個我都很喜歡 最喜歡是正式 余家綺 多情城設江蕙君跟黃金歲月的阿嬤 有什麼差異 說蕙君跟阿嬤比較像 都是有點KKKKK的這樣 講話就是KKKK的 但阿嬤就不行了 因為背檔戲嘛 然後我又是第一代 所以他們是兩檔連在一起拍 就有可能我現在拍完蕙君 要去拍阿嬤 阿嬤快要拍蕙君 然後因為阿嬤是一個 沉穩 然後講話慢 的一個人設這樣 然後變成是我這邊拍拍 然後拍阿嬤 然後突然 欸欸欸欸 不行不行 我現在是阿嬤 然後就一直一直一直慢 一直告訴自己慢 然後突然要回去拍蕙君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精神錯亂 這個我們有叫做 怎麼讓自己看起來 比同年你成熟 因為我長錯 我曾經跟那個惠如講說 我聽你講話跟你唱歌 感覺 你是兩個人 聽你唱歌就覺得 你是一個好有故事的一個人 所以他其實只要把 唱歌的那個心境 放到那個角色的心情裡頭來 他就變 那個感覺是有點年紀的那種感覺 在剛剛拍第一檔江湖群的時候 我就有去跟阿嬤、跟婆婆媽多聊天 你就發現他們的口吻啊 跟他們的語氣跟我們講話是不一樣的 然後就從那邊身上去學一點 然後偷一點學一點 偷一點 自然而然就會習慣 王湘芸 你其實喜歡演戲來唱歌 兩個不一樣 我是覺得演戲跟唱歌都會很喜歡 對 就是都是自己喜歡的事 就是這個行業 而且我覺得我們唱歌的人在拍戲 他們兩個是可以互相幫助的 就是我是唱歌人 因為平常要唱一些感情的歌 那如果拍戲拍久有一些經驗的話 我也比較容易帶入唱歌的情感 然後唱歌比較容易會讓自己感動的事情 在拍戲就在哭戲方面 也可以帶進去那個情緒裡面 像我常拍戲我一定要 如果是很重情緒的戲 我整天就需要一直用音樂來 讓我沉浸在那個感覺 然後來就會很快 喔 安妮卡 安妮卡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可以回到過去 會想要回去改什麼時候改變什麼事情呢 哎呦 這個問題是不是在反映我最新的主打歌 動手的爛 嘿嘿嘿 如果可以回到過去 我希望可以多陪伴家人 有一陣子阿公的身體不太好 那時候剛好在比武藝全開的季冠軍賽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只要我得冠軍 他就好起來了 哇那時候我是死命練拼命練 然後我一定要得冠軍的話 我讓阿公開心一下 就算沒有好起來 我也是要讓他開心 真的得冠軍 然後我那天在武藝全開的 我還想說爆哭 然後覺得說還跟我阿公打 馬上打電話跟他說得冠軍 然後結果過好像過一個禮拜吧 阿公就走 對所以我說如果可以回到過去的話 最希望是可以把工作全部都排掉 然後陪伴家人 那你有什麼想要改變的事情 因為我當初我考上大學 是考上藝術學院戲劇系 另外一個是考上陸軍官校 如果當年我是讀陸軍官校的話 我現在是最少是一個將軍 啊 可 因為我是正齊 我是正齊 哇塞 陸軍官校 我覺得是一個命運的安排 高二的時候我離開了家 上來北部念書 然後好奇怪 好像裡面的那種表演的 表演昏 對又被打開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在考大學的時候 我才會去報戲劇系 那時候爸爸有那個嗎 主旨嗎 他不知道我去考戲劇系 但是他一定要我去報考陸軍官校 對 我兩個就兩個都考上了 結果你後來選擇的是戲劇 對 雖然有家庭革命了一段時間 一定會 爸爸應該一定會升級 另外一個故事 OK 哇 哈囉 茶屁 哈哈 如果給你選擇 你最想要挑戰 世錦豪門哪一個角色 世錦豪門的角色喔 我覺得仙美姐這個角色蠻挑戰的 哦 有因 因為他這個角色需要剛柔並肌 嗯 他需要捍衛自己的位置 但是又因為愛丈夫需要去 呃 有所隱忍 有所對 然後又需要在他可能 呃 老公發生事情之後 又要一家一個人扛起所有事情 其實玉瑩這個角色還蠻偉大 嗯 我自己很喜歡玉瑩這個角色 嗯 而且 很生氣 因為他轉第二代之後 他變年輕了 哈哈 他剪的那個短髮 你不覺得變得很年輕嗎 是 那你呢 你想要挑戰哪一個角色 我想 最想要挑戰的就是 劉正甫 哈哈哈哈 其實你這角色也蠻好 蠻多挑戰的 不是 因為我這個人設跟我以前說 都不一樣 對 扮演的角色很不一樣 王佑文 嗯 什麼慧如以後來扮粉絲見面會嗎 不比起見面會 有可能會比較先扮演唱會 到時候你要來當我嘉賓嗎 可以啊 我們就可以合唱一首 唉唷 有有有有有 可以可以可以 拍市井豪門有哪一場戲是印象最深刻的 光出場那個大戲 喔他打很久 對 雖然那個 那個正式播出大概就只有一兩分鐘 但是我 那打了多久 拍了快三個小時 哈哈 情緒最重的那場戲是 我跟湘美 有一場戲是 她跟我講說 然後當初她為什麼要把佳文拋棄 因為說酒店內 對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跟楚軒在拍的時候 我們那個全景幾乎是一個鏡頭下來 然後他走掉的時候我的眼眶已經是含淚 然後看著天空 哇塞 我想要跟他講一些什麼 但是我講不出口 他就走掉了 然後就對著天空大喊 哈哈哈哈 然後下一場 喔你這樣講我就起一個啦 然後就去酒店打他們 對下一場就是跑去找男狗 然後就打他們那些人 所以最後被打 哈哈哈哈 可以說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嗎 代表作 哇拍這麼多打你這樣記得 哈哈 我還沒有死好可以記得 二十幾年前的一部電影 你可能都沒有看過 叫做夜奔 有 不是裸奔喔 嗯 裡面有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裡面有黃磊 劉若英 戴麗仁 這三個人都喜歡我 哇塞 這個真的是厲害 算是 那個時候的經典代表作 好了 今天的問題我們都回答完了 也不要忘了要持續關注我們 周德哥的粉絲團 也還有我們惠如的粉絲團 粉絲團的名字叫如影隨行 飲料的後援會 我是賴慧如粉絲後援會 謝謝大家 要記得每個禮拜一到五的晚上八點 鎖定市井豪門 其實播出有很多逗的都是我們自己講出來的 我偷偷跟你們說 趙德哥唱歌也超好聽的 哈哈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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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下 來快點唱一首 祝你生日快樂 快點唱一首 你唱那個十年 他唱歌聲音超好聽 我那是在那個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你當中沒有人 我躲到那個後面測試不長 麥克風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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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到一個人 我哭到一個人